明天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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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做有服務社會,那你呢 服務廣大馬迷 我梁浩佳人道中年 知力深厚 絕對稱得上馬壇中的重要財產 高大理也這樣說,就這樣決定 高大理馬房貴內成績不斷上 尤其是在中年賽區更加厲害 好像時尚風采 以百歲馬身分攻陷一級賽主席短途獎 高風格又還有三折馬 接下來星期三晚 他派出六歲的叫關快 今季兩戰同情跑第二 這次配上梁家俊 不知道可不可以順利保重呢 算了,快點趕快修理小組 提議加薪金吧 但一來就加雙倍,很誇張 一定有很多人反對 因為這樣,有相當的制度 沒有來開會的就沒有薪金 沒問題 但剛才開會說 如子精華十八年節 你好像沒來 你不懂事 剛才歸剛才,現在歸現在 有片看…先看片 是剛剛過去的星期六 澳洲馬喉,余子精華在考飛爾德馬場 國族一級賽,阿爾錦標 力求完成十八年節的紀錄 當日全場馬迷都為他勒喊打氣 結果余子精華也不負眾望勇奪冠軍 完成十八年節的紀錄 真是恭喜 你不去開會 怎能說服別人家家家加雙倍給你 現在很多意見都是這樣 我一包牌雖然沒有幾千萬上落 但畢竟也有幾十元上落 你們沒有資格批評我 那麼厲害?那你不如不要收薪 就免費替打氣團打氣 很廢 第二階段超新星第一位的 醒目精英 第三位的楊明飛飛 還有第六位的甜橙 將會在接下來星期日出展一級賽 Mercedes-benz香港經典盃 大家可以參加超新星打氣團 見證這個重要時刻 打氣團成員 還可以帶備創新的打氣道具入場 最有創意的三位就有獎 詳情可以羅南馬會望言 我真的很想加一部薪金 現在給你兩條路選擇 要不回去做好星期三晚夜菜 點工課,爭取好表現 那另一條呢? 轉行做議員 蛤?我可以嗎? 可以 以你的開會出席率和英文程度 你也很符合 是不是真的? 你別替我高興 我一定會猜到Bless做好它 Bless Bless